23号下午5点多 蓝色小货车沿着流营区台一线公路 突然右转瞬间撞上一辆摩托车 22岁的南骑士遭撞在地 撞击瞬间让人触目惊心 回到车祸现场 摩托车的车壳碎片散落一地 还有汽油流出来的痕迹 但22岁南骑士因为撞击力大 头部破裂 消防队到场 南骑士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当场死亡 这小货车转乱车会让执行车 执行车的部分是 到达路口唯一不一定结束 根据警方调查 肇事的小货车驾驶 就测值零 没有酒驾 疑似没有注意到 同方向的机车骑士 右转没有领让执行车 造成J骑死亡车祸 死者是22岁的柯大男大生 才刚放寒假 下午出门 就是为了到餐厅打工 没想到半途遇上死结 该名骑士 他当时是从家要到柳营的 一处餐厅要打工 大学生放寒假 不少人趁着放假打工 警方也呼吁 骑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注意其他车辆 22岁男大生 打工途中遭撞赔命 让家属无法承受 就要赖文章 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